孟耿如敢进度!不只跟Duncan搞暧昧被弊冬,还进出妇产科。 还是,东森高塔公主的校园剧情获得许多网友回想,观众对剧中的大学和宿舍生活都很有同感。 剧中原本是互不对盘的孟耿如和Duncan进展神速,一马转为暧昧模式,第二集就上演壁冬桥段,Duncan更笑问哪该不会喜欢上窝了吧。 孟耿如表示自己蛮常拍吻戏,反而没什么壁冬的戏,所以觉得很新鲜。 搞笑的是被壁冬的是我,导演设定害羞不自在的却是Duncan。但我却觉得这样演起来很可爱,所以蛮喜欢那场戏的。 戏中两人除了开始搞暧昧,孟耿如甚至还因对方进出妇产科。 神展开的进度让网友惊呼进度超快。 孟耿如笑说这场戏她和郑音生王母语要在妇产科门口大喊大叫,喊完觉得超过瘾。 我们三个人站在妇产科门口,还要一副同仇敌凯的样子不顾形象大喊,当下自己都觉得超搞笑的。 Duncan则是真的被他们吓到,开玩笑说女生真的不能惹。 他们气势真的超强,所以我傻眼,吓到的样子完全不用装。 莫允文在戏中爱上Duncan却告白失败,并和孟耿如展开复杂的三角关系。 莫允文表示自己过去也有被拒绝的经验,不管多大了被拒绝都还是会痛苦啊,小时候还会因此内伤,想说是自己不够好。 长大后就了解适适不适合的问题,也明白抢酒不会快乐。 中总是渴望恋爱的郑音声笑说自己却成了扛人担当,有一场扛住孟耿如走的戏,我跟王母语要把她悬空拖走,还好她很轻所以不会很重,不然来回拍下来真的会没力。 更多精彩内容,敬请观众朋友锁定台是每周六晚间十点,东三综合台每周日晚间十点高塔公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